面色凝重 总统赖清德慰问因公殉职的两名消防员家属 26号新竹市社区大楼发生火警 造成两名消防员不幸殉职 赖清德周五亲自南下新竹 在市长高宏安与立法委员柯建明的陪同下 吊咽两名消防员 刚刚总统也非常的暖心的 关怀了每一位这个家人的朋友 那同时总统也特别有提到 就是说包含说后续的一个联合工绩 那还有这个总统府的包养令 这个部分总统都是第一时间 就是非常的关心 而为了改善消防人员执行勤务时的安全保障 行政院也已经核定 内政部消防署约260多亿元的中长期计划 支持基层消防员所需救灾物力与人力 新唐人眼的电视 林修小曾一口黄晏林 台湾新竹获得